我剛剛 我今天一共上台三次耶 哇哦 沒有沒有沒有 好 所以我覺得每個人都可以分享 說不定下次就是誰誰誰誰誰 對不對 我覺得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影響力 那我今天要來分享我自己的故事 我忘記拿我的搖礦器了 對不起 我忘記拿我的搖礦器 好 我是誰 我剛剛已經介紹過了 我是一個金句卡 就是在學金句唱金句 我本來高中的時候我沒有 我沒有 沒有想說要幹嘛 但是我就填了文化國巨星 然後第一次元我就上了 然後就開始學金句 可能我高中只有跳過舞啊 但是金句完全不一樣的東西 你要吊嗓 吊到你破音燒瞎 你還是要吊 然後影片愛好者呢 影片愛好就我剛 我現在是一個影片創作者 那我覺得創作影片是一件很開心的事 因為我覺得現在的很多的人 你看你打開FB就看很多影片 或是你看每一個人都在網路上面生活 那最常看到的東西就是影片 可能現在比你吃飯的時間還要多 因為你根本就是活在網路的生活裡面 所以你當然要進到網路的世界 再來就是越來越好笑 當然因為我就是要有個自己的平台 那每一個人都可以有平台 每一個人自己都可以發展 這樣子跟世界上的人說話的機會 那為什麼我要創越來越好笑的頻道呢 第一個 我要講的是 因為我覺得世界需要歡樂 因為我覺得世界上的人 可能有時候 啊 工作壓力好大 然後或是 事情有做完了事情 好煩喔 明天 上完 禮拜三上完 禮拜四放假 禮拜四上完 禮拜五二放假 然後又回到禮拜一 日復一日這樣子的循環 但是 中間 少了一點點快樂的 感覺 他們只有一直一直在做事 所以我覺得我有一個 自己的 小小的使命 就是讓世界上的人 呃 因為 可能因為我的一個頻道 或是一個笑話 可以讓別人 很開心 然後我也剛好喜歡 講笑話 很喜歡 跟別人分享 我最近聽到的笑話 然後那個笑話 我就會變成一個禮拜的主打 我就一個禮拜 就跟他每個人 我就跟他講那個笑話 像最近有個笑話就是 有一天 有一個人叫小明 結果小明沒有聽到 欸 就是這樣 然後大家就會一片沉默 哈哈 像上上禮拜 還有拍手 上上禮拜就是 小黃瓜的笑話 這禮拜就是小明 小明他 有一個人叫小明 結果小明沒有聽到的笑話 大家都會想一下 到底是什麼意思 厚勁很強 好不好 再來 我就對 剛剛有提到 每個人都有影響力 如果你自己 你有一個專長 或是你自己 很喜歡幹嘛幹嘛 那你可以用這些事情 來 讓你成為一個 有影響力的人 不管是好的也好 壞的 好的也好 那壞的你就 自己檢討這樣子 剛剛突然發現我押韻欸 好 How 就是怎麼做 怎麼開始 怎麼開始 我有一個小標 就是說 每一個人都能當YouTuber嗎 對 我也不是一個 很紅的YouTuber 我只是一個 我大概現在 我剛看了一下 在六百吧 小小的平台 但是 你要怎麼樣 對那六百人說話 就很重要 第一個 第一個就是拍攝的工具 以前啊 你要有電視台 那種很大的機器 然後主播 什麼什麼之類的 不僅 你才能 你才能上節目 跟別人講話 但現在 你有沒有發現你的手機 手機就可以有鏡頭 那手機就可以剪接 手機就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那這個 這樣子的 現在的這個 科技的時代 就可以讓你的 成本變得非常低 然後你就可以達到 以前的效果 然後再來就是內容 內容要什麼 比如說我自己喜歡講笑話 那我覺得內容就是笑話 那如果有些人喜歡 分享旅遊的經驗也好 他就可以在他的平台上面 分享旅遊 或是有些人喜歡探討一些 很 叫什麼 冷知識 那你也可以分享你的冷知識 再來 第三個當然就是 付諸實踐 因為付諸實踐呢 如果你 剛我有聽到一個分享的時候 我忘記是誰了不好意思 就是 他說如果你只是想法的話 那你其實 不算真的很 在意這個東西 對不對 對不對 耶 所以你真的需要付諸實踐 當你慢慢做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原來其實是要這樣做 或是你做得不太對 那調整一下那個方向 那你就越來越 越來越好 對 再來就是恆星跟持續力 因為你如果 每天 沒有 或是說你沒有一個目標 那你只是做一下 做一下做一下 亂槍打鳥 那有時候 有時候 會失敗的原因是因為 你還沒有看到那個成功 但是那個成功 其實 可能在不遠處 但你已經先放棄 那就有點可惜 所以就是 就是持續 像我每個禮拜要出影片 我也覺得很硬啊 我還要上課 我還要 還要做很多的事情 可是 可是 如果沒有一個目標的話 我就會想說 好啦 那這禮拜也要出好了 好累喔 這樣子會變這樣 可是要持續 當持續的時候 YouTube有個關鍵 就是他如果 習慣看你的影片 那他看個一兩次 YouTube就會自己推播 他的現在的運算機制是這樣 所以 看過的人 他就會一直 欸 這禮拜好像沒看到誰誰的影片 他就會自己去找 這是一個 我自己發現的事情 他就會一直推播給你看 再來 我會遇到什麼挑戰跟驚喜呢 我這個小標是寫說 到底 能夠成功嗎 或是這樣做是對的嗎 那 我自己當然在經營平台上面 有很多的疑惑跟疑問 比如說 第一個 時間不夠用 我是學生 然後我自己 很多的事情 辦活動什麼之類的 然後就會很多事情卡在裡面 然後有時候 時間不夠 然後就會變得 你就會把所有東西都 卡在一起 然後你自己 不但你做事起來 很沒有效率 或是你在 做的時候 你也會想通想西 你沒辦法轉型 第二個是美根 美根怎麼辦呢 雖然通常都很美根 但我要講的美根是 就是 就是我很多次 就是架好攝影機了 什麼都擺好了 燈光也弄好了 然後坐在前面 快樂 那我最不知道說什麼 我沒有東西 我不知道要講什麼 那我就開始想 啊怎麼辦 有一次我就翻字典 字典 有什麼諧音的梗 我就拿來用 有時候就唱歌 然後有時候 唱歌的時候 會給我靈感 或是有時候 翻字典的時候 看到哪個諧音 原來是這個key point 然後就把這個 當成一個腳本的點 那我覺得很多時候 我們自己在生活當中 也是這樣 我們自己生活 缺乏一些樂趣 但是你可以在這些 平常的所事中 你可以想出一些梗來 那你就可以自己記錄下來 然後你跟別人分享 再來是第三個 我覺得比較嚴重 就是如果你熱情快要沒有了 怎麼辦 對不對 剛剛講到要持續力 或是你要很堅持 但是有時候 經營到一半 你會發現 啊好像沒有什麼人看 或是好像 做起來沒有這麼的 有效果 但是我覺得 在這個過程中 可以發現 你自己到底喜歡的是什麼 如果你真的喜歡這個東西 那你其實 你就算再累再困難 那這個 這個狀態下 我覺得可以幫助你成長 因為你 這是受挑戰 這個挑戰就是 你 你快要對這個東西失去熱情 但你好像又有點喜歡這個東西 那你到底要選擇哪一個 這時候就是你的選擇 再來 第三個是比較 比較技術層面的東西 叫做 一部完整的影片要怎麼製作呢 好快速製作影片的流程 因為我大概 我拍影片 拍影片做影片的時間 大概加起來大概三個小時 四個小時 從拍 從想到拍 然後再剪 然後再後製 什麼什麼之類的 這個大概 我現在大概四個小時到三個小時 然後 然後有時候很趕 第一個你要想腳本 腳本不用很複雜 你可能你要講 第一個你要做什麼 比如說我要做 這個梗笑話 鴨子 鴨子的笑話好了 然後接下來你要帶到哪個地方 也不一定要鴨子啦 好不好 那個瘦子胖子也可以 再來第二個就是拍攝 拍攝的時候我覺得 現在的時候很方便 因為你現在加個手機 假如你要拍個開箱 你就直接開始講 開始開起來 要拍完 然後你也不用 特別說你需要 需要 這卡要什麼 這卡要什麼 很複雜 也不用 你就拍攝拍完 你在想要怎麼剪 這是很方便的東西 而且手機就可以剪 再來就是剪接跟後製 對於你剪起來之後 我個人認為啦 如果你用 你有剪 你有在剪 你用剪過的影片 大家會比較想看一點點 因為 畢竟比較精緻 再來就是你要經營社群的規劃 因為如果你沒有規劃的話 你不知道你要把 你看像我拼到六百個人而已 但是你要把這六百個人帶去哪裡 或是這 因為這六百個人其實都是 一個靈魂 每一個人 都會 都是 真的人 他不是只有一個虛擬的帳號 他是 真的可以 像我們現在這樣子 可以有 可是 是可以 有呼吸的人 就是人就對了 不會是機器人看我影片 然後自己回 哈哈哈哈 好好笑 也不會啊對不對 機器人可以看不懂 好 欸 其實 講得差不多 我覺得分享一塊 就是差不多這樣子 因為這個故事就是 這個故事就是 你如果想要做 你就趕快下去做 而且你要做的話 你不要只有做一兩次 兩三次 雖然你一開始可以這樣試試看 那如果你快要 快要 發現這個不是 那你當然就停下來 你就 繼續再往你新的目標 那這個目標也可以是你 的 喜歡的東西也好 你正在做的事情也好 你現在面對的狀況也好 或是你突然想到的一個靈感經驗也好 這都是 可以經營的 所以我覺得 這邊的每一個人 都是很有影響力的 不是說你多會什麼 多會那個 然後最後要分享一段 我很喜歡的話 叫做 喜樂的心乃是良藥 憂傷的臨時骨乾苦 什麼意思呢 就是如果你裡面有一顆 你現在裡面有一顆心 但這個心 你要選擇什麼方向 你要選擇喜樂嗎 還是你要選擇 一直在低谷下去 所以我的頻道的主旨就是這樣 如果你看到我影片覺得很喜樂 那我就 哇謝謝 謝謝你看了影片 那如果看了更難過 那我覺得 趕快關掉 趕快做自己的事好了 沒有啦 我當然是希望 每個人看到我國的影片都可以快樂 或是 在場的每一個人 你自己在做 你覺得在影響別人的事情 他變快樂的話 那就是一個很好的 你就是一個很好的領袖 很好的分享者 所以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這次的 這次的什麼 分享 等一下 我剛剛看還有40秒 我講個笑話 我講一個關於金魚腦的笑話 好了 有一天 那個金魚他兒子 他就是 吃 也就是短暫記憶啦 7秒嘛 然後他就問他爸爸 爸爸爸爸 為什麼我們的記憶只有7秒啊 然後爸爸就說 噢 噢 噢 你說什麼 噢 兒子就說 噢 爸爸你說什麼 噢 差不多就是這樣啦 7秒啦 我剛剛7秒壓縮一下 大概2秒而已啦 好不好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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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樂的分享 吃路透 謝謝